35岁了 对于一个未婚女人来说 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年龄 如果她想找对象的话 要么她就会高不成低不就 条件好的嫌她老 条件差的她看不上 要么就是不会经营感情 喝了太多毒鸡汤 殊不知这些毒鸡汤已经开始不好使了 现在的男人不吃那一套 如果不找对象 那似乎这一辈子又太长了 一个人要怎么过下去 到底该怎么办好 一位粉丝给我投稿 叙述了她这十几年的经历 她今年已经35岁了 22岁大学刚毕业 因为她的颜值还不错 家里就有好多好多人 给她介绍对象了 这里边真的不乏条件很好的男生 可是那个时候 自己的眼光太高了 一个都没看上 很多的男生家里 房子车子彩礼都准备好了 只需要她点个头就行 等到了25、26岁的时候 来说明的人就更多了 那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 该谈个对象了 就选择了一个交往 可是对方虽然什么条件都符合自己的要求 但是就性格方面太大男子主义了 事事都要听她的 好多事情 我基本上所有的意见建议都被否定 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优秀的缘故 所以她特别的自我 有点为我独尊的感觉 而且在生活上 她也是个巨英型的人格 感觉并不成熟 很多事情她都要听家长的意见 最后我们还是不欢而散了 总之那一段谈下来 我觉得条件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了 所以我又继续的在相亲 直到29岁我都没有想到一个满意的 给我介绍的也不多了 一年当中也就两三个 我感觉自己还是太看重条件了 同时我还需要找点感觉 这两样东西一直都是我找对象的原则 可是到了33岁的时候 我感觉不能再这么找了 介绍的对象条件也越来越差了 根本就没法跟20多岁时候 人家介绍的那些男孩子比 但是年龄大了 这是个硬伤 所以我就再一次降低了一些要求 比如可以一起买房还贷 对演员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只要长得顺眼就可以 学历我也没有那么需要他必须比我高了 读了本科就可以 收入方面比我好点就行 后来我真的接触了一位 可是这样的条件的男生 我自己的内心实在是接受不了 他没有任何的亮点可以吸引我去喜欢他 而且情商也不高 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30多岁的人如果他一直想结婚 却一直没有结婚的话 他一定是哪里有点毛病的 不是条件差 就是情商低 包括我自己应该也是 所以没有想在一起的兴趣 这个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又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一点点要求 还是得找个好点的 不然自己喜欢不起来 就算结了婚 可能也是勉强不会幸福的 那还不如我自己担着呢 现在我都35岁了 保养的呢也还可以 经济也独立 我就想啊再努力一把吧 看看还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 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事情呢 去提醒一下当下那些年轻的姑娘们 千万不要太好高无远了 眼前如果有一个合适的 就尽快谈一个 28岁前最好把婚姻的事情完成了 别最后像我这样 拖到最后啊 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过 我嘴里说的不将就啊 不过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你们说他说的对吗 你觉得对吗 对吗 对